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四十四集 这两个丫头领悟到快 林婉容交了一会儿 两人便有些模样了 见此时天色已经不早 林婉容也不愿意过多逗留 便起身告辞 秦仙儿依依不舍得道 公子 你明日还能来吗 林婉容愣了一下 秦仙儿脸上染上一抹红韵 轻声道 也不知怎的 我喜欢听公子说话 林婉容哈哈笑道 不就是聊天吗 只要有功夫我一定会来 秦仙儿展颜一笑道 说个明日公子不来 我还是要继续下帖子的 林婉容点头微笑 便往外走去 秦仙儿拉住她袖子 目光如水 温柔注视着她 倾起朱唇道 公子 你莫要忘了 丹与仙儿的花 一定要常来看我 林婉容见她恋恋不舍的样子 心里有些好笑 这一个颠倒众生的花魁 莫不是被自己迷倒了 这个秦仙儿对她这般依恋 倒也让她的虚荣心好好满足了一回 这次表少爷总算长进了一回 出来的时候 虽然依然是满身的酒气 骚气 却没有上次那样狼狈了 林婉容看她的样子 便知道那粉头将表少爷伺候得很爽了 林婉容与表少爷一起回到府中 自与她分别 刚走到自己院子 却见一个俏理的身影 在院子里不断地来回走来走去 小嘴里还不时嘟囔着什么 林婉容走近一看 不是别人 却是萧家二小姐 萧宇双来来回回地躲着步子 园子里的花瓣被她一片片地扯下来扔在了地上 看起来来的时间也是不短了 萧宇双没见她进来 嘴里轻哼道 你这个坏人 当那种地方风流快活 我恨死你了 再等一盏茶的功夫 你要不回来给我讲故事 哼 我就 我就 说了半天 却不知道该把她怎样 林婉容案子好像 缓缓走到她身边的 你就把我怎样啊 萧宇双啊的一声退了几步 惊道 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林婉容道 回来没多长时间 就听到有人要对我不客气了 萧宇双脸上一红 哼道 你可算回来了 怎么 那狐狸精没有留你过夜 林婉容呵呵乐道 二小姐 你的小脑袋里天天都想的什么呀 我们只是聊聊天 哪有你想的那样龌龊 萧宇双道 今天是聊天 谁知道下次聊什么 和这小孩子还真没法解释 林婉容摇头无奈的道 时候不早了 二小姐 你快点回去吧 免得大小姐担心 那 你今晚不给我讲故事了吗 萧宇双期盼的道 林婉容摇头道 今天就免了吧 我有些累了 想早点休息 萧宇双脸上很是失望 无奈地转身往外走去 行了几步 忽然回头道 林三 我再问你一次 我家和陶家 真的不能连营吗 这小丫头脑袋里装的什么呀 怎么又突然问到了这个问题 不过看她可切的眼神 林婉容点点头道 对萧姐来说呀 连营是死路一条 萧宇双咬着牙点点头 看了林婉容一眼 然后飞也似地跑了 这丫头还真是有点奇怪 林婉容摇摇头 进了院子 推门进去 一抬头 却见萧清璇正静静地坐在桌前望着她 走了一个 又来一个 这滋味还真是特别呀 林婉容眨眨眼 笑着道 萧小姐 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萧清璇面无表情地看她一眼道 我只是来看看 你答应我的东西什么时候能弄好 林婉容点点头 放心吧 少不了你的 她将买来的玻璃瓶子取了出来 按照不同的配比 将香精倒进瓶中 又做上标记 这才常常出了口气 第一批的实验 算是正式完成了 虽然简单了点 但从那天萧清璇的反应来看 效果还不错 萧清璇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的动作 见她完成了 才好奇地道 你这是做什么 林婉容笑了笑 这是不同的香味 以后你喜欢哪种 可以随便挑 萧清璇脸上献出一丝欢喜之色道 真的 林婉容点头道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 说这话 她自己都有些汗言 骗小妞是她最拿手的事情了 萧清璇仔细打量着这些玻璃瓶子 梁酒才问道 我 可不可以闻一闻 本来就是想让她做事相缘的 林婉容耸耸肩道 当然可以了 萧清璇小心翼翼地拿过一个瓶子 揭开盖子 凑在鼻前闻了闻 又深吸了一口气 梁酒才呼出一口气道 这是什么香味 这么特别 要是淡一点就好了 她手里拿的正是浓度最高的一瓶 林婉容心里暗喜 她虽然不知道这萧清璇的身份 但看她气质神探 绝非出身普通人家 能让她赞不绝口 意味着这香水 将会绝对畅销 林婉容潇洒地摆摆手道 萧小姐 请继续品香吧 萧清璇一一接过瓶盖 细细闻着那芳香 脸上越发的欣喜 她握住其中一瓶道 这个送我了好不好 林婉容见她手里 拿的正是最淡的那瓶 心道 这倒也合适她的性格 只不过眼下 她要拿走自己的样品 却是不能答应的 见林婉容摇头 萧清璇脸上 闪过一丝失望之色 恋恋不舍地 将那香瓶放回了桌上 林婉容看得好笑 道 我不是答应过你了吗 等到正式配置的时候 一定要送你一瓶 萧清璇苦笑道 我当然记得 只是等你配好的时候 也不知道我到了哪里了 林婉容听她话里 似乎有些离别的味道 好奇道 怎么 你要走了 萧清璇叹口气道 唉 我到这金铃有一段时日了 要办的事情却没什么进展 我不是金铃人士 离开这里 属正常 林婉容哈哈一笑道 有离别才会有下次相见的喜悦嘛 不必过于忧伤 萧清璇看了她一眼 红唇轻咬 半天才小声道 你与那秦仙儿 谈得可好 林婉容想起秦仙儿 对自己嘱咐过的事情 心道 这两个丫头 莫不是对头 却怎么都和我有了瓜葛呢 她点头道 当然好了 我与她唱唱小曲 谈谈人生 快活得很 萧清璇 怅然若失地道 那般日子 到底确快活 却与我没有缘分 林婉容见她神色黯然 忍不住摇头道 你年纪不大 哪来这么多感慨呀 心怀放开些 要知道 你可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 最惨的那个 正站在你面前呢 萧清璇好奇道 此言何意 林婉容想起自己有家不能回 却沦落到这个陌生的世界 心里自然有些不好受 不过她天生扩大 见萧清璇脸上很是关切 她又起调戏之心道 还说不惨 你见过一言不合 被人提前合的才子没有 本公子就是了 差点丧命了 萧清璇知道她说的自己 脸上羞红道 明明是你占了我的便宜 怎么反倒是你委屈了 林婉容见她面色鲜红 极是美艳 似是比那秦仙儿还要剩了几分 心里也是抖了两下 心道 这么个小妞放在老子面前 确实个带贱的 能看不能吃 这不是折磨人吗 你盯着我干什么 见林婉容久久不说话 却只盯着自己看 萧清璇心中有些慌张 脸色更红 急忙示威似的 扬了扬手中的宝剑 林婉容叹了口气道 唉 你手臂上的伤势好了没有 萧清璇听她问起自己的伤势 也不知怎的 心里一揉 再也不忍与她斗嘴 脸上有些羞涩 轻轻点点头道 嗯 好的多了 谢谢你 林婉容想想也觉得奇怪 自己认识的这两个女子 秦仙儿虽是青楼花魁 却是神秘莫测 眼前这个萧清璇 更是一个迷一样的人物 却怎么都与自己有了些干系呢 难道真的是因为我太帅 不然的话怎么也解释不通啊 你在想什么 萧清璇悠悠道 以后呀 还是少打点架吧 女人还是温柔点好 像那秦仙儿就温柔得很 林婉容吓意识道 萧清璇冷哼一声 偏过头去道 哼 她温柔吗 她只是在你面前吧 我这伤便是 她住口不说了 林婉容摇头道 不管怎么说 女人打架总是不好的 这样吧 以后你要打架的话 可以找我 我手下有一帮小弟 干别的不行 打架却还是有一套的 萧清璇闽唇清笑道 我哪里是打架 听就你说的这么难听 你手下的那些人又不会 她说了一句 想起了什么 看她一眼 便住口不说了 林婉容不以为意地笑笑道 我知道 你看不起我们这些 不会武术的人 可是萧小姐 你不要忘了 天下是这些普通百姓 撑起来的 只要把他们发动起来 便是你有再高的武艺 也逃不脱的 这个叫做人民战争 萧清璇低下头去 忍不住轻声嘟囔了一句 我哪里是看不起你 偏就你最会胡说八道 与这萧清璇处的时间久了 他似乎也没那么冰冷了 只要不出言调戏 便一切都好说 这个萧清璇气质高雅 谈吐不俗 对军国大事甚是关心 林婉容也是吹牛皮高手 他每提起一事 林婉容便能依据自己前世的经验和见闻 提出些独到的见解和思路 林婉容经历丰富 对社会和人性的认识 远非萧清璇可比 虽非自自诛鸡 却总能一语重地 萧清璇与他一番话下来 竟也颇有些收获 接下来几日 林婉容便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香水的研制中去了 他不用去书房陪读 空闲时间全部用在香水之上 每日走在路上 吃饭的时候脑子里都是香水 萧尔小姐这几天也没来找他 林婉容正图个安心 倒是秦仙儿每日都拿了名辣来请他 林婉容无奈之下 便只得打着研究学问的幌子 每日陪同少爷去逛逛窑子 顺便再教导一下那两个小丫头 他可不想在自己开张大吉的时候 砸了自己的牌子 秦仙儿又做了些曲子 拿与他听 却是越来越欢快 早些的幽怨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林婉容心里奇怪 这个秦仙儿这些日子荣光焕发 也不知道是不是吃了些人参果 那萧清璇 确似是与秦仙儿约好了一般 每日林婉容从秦仙儿那里回来 萧清璇必然已经坐在房里等他了 两个人畅谈些军国大事 林婉容没什么顾忌 什么都敢说 萧清璇听得浑身冷汗 心道 你这坏人 若非遇到了我 恐怕早已经被杀头几百道了 林婉容正说得高兴 却见他神情古怪便道 怎么了 是不是我这言辞吓着你了 萧清璇咬了咬牙道 你这些话便只对我说说罢了 切不可对外人提起 林婉容笑着笑道 我是与你之心才说起这些 别人就是想听我说 我还懒得提呢 萧清璇脸色羞红 忘了他一言道 油嘴滑舌 他含羞带笑的样子 与他冰冷的神志 完全是两种模样 林婉容看得呆了呆道 你还是多笑笑好 这样子多漂亮 萧清璇狠狠地跺了跺脚道 哎呀 你怎能用这些轻薄的话 懒得理你了 话虽这样说 可是也不知怎的 听到这些轻薄话 他心里反而有些隐隐的惊喜 这几天 过得十分的惬意 白天研究香水 晚上研究美女 直令林婉容怀疑 是不是在做梦 做家丁 做到这个境界 也算是天下第一了 这一天早上 林婉容好梦正寒 忽然有丫鬟在门外道 三哥 三哥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莫非又是秦仙儿拿了明辣来访我了 这秦仙儿也是的 大白天也送起了明辣来了 昨儿个晚上 不是刚刚教她唱了个北京的金山上吗 怎么今天这么早就寻来了 林婉容穿好衣裳走出来 没好气道 来了来了 又是谁呀 一个小丫鬟匆匆跑过来 上气不接下气地道 三哥 三哥 快 快 夫人要站在儿小姐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家丁 什么 林婉容大叫道 拖了着布鞋就往外跑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夫人不是挺疼爱二小姐的吗 怎么几天不见就变成这副模样了 小橘 快说说怎么回事 你别哭啊 快说说怎么回事 林婉容急急道 小橘哭泣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今天早上一早 决定夫人和大小姐 招集了校面的个管式仪式 后来二小姐不知怎么 就闯进了仪式堂 好像还搅了起来 夫人发了怒 又正责二小姐 闯了仪式堂就要打屁股 靠 这什么玩意儿 林婉容骂道 三哥 你不知道校家的规矩 仪式堂是我们校家最重要的地方 是一定校家大事的地方 我已经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闯入 否则按照校下的祖讯 就要证责 二小姐还没有管事 又是在中部困围之下 闯了进去 所以 所以夫人要证责她 二小姐 让我来找你 说你一定能救她 三哥 你一定要救救二小姐 林婉容又感动又愤怒 这个小丫头 在这么危险的时候 如此地信任自己 实在是很让她感动 至于愤怒 则是对萧夫人的愤怒 什么他妈的狗屁家规 连自己女儿都舍得下手 这夫人是不是更年期综合征啊 急跑了几步 林婉容才想起来 还不知道那狗屁意识堂在哪呢 再晚一会儿 那小丫头屁股就要开花了 这萧家没事建这么大个房子干嘛 是不是为了方便打野战呀 一时之间急得团团乱转 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行去 林三 这边 这边 正急得焦头烂额之时 表少爷也不知道从哪里跑了过来 林三 你一定要救救玉床表妹啊 我求你了 来了个救命的呀 林婉容恨不得抱住这表少爷 亲上一口 但眼下谈什么都来不及了 急忙到 在哪里 快带我去 表少爷也知道事情紧急 不敢多说 带着林婉容便往萧家政院奔去 跑不了多远 就看见一座两层小楼 楼下的房门半眼 林婉容放眼望去 里面坐着数十个管室 萧夫人长身站立 怒容满面 那萧大小姐正跪在地上 满面泪珠的紧紧抱住娘亲的衣服似在求情 在他们身旁 小丫头玉霜趴在地上 一个家丁的大板刚刚抡起 林婉容怒火滔天 她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 飞速冲上去 重重一脚将那门踹开 大声道 谁敢打 屋里人一下子全部愣住了 只见一个歪戴帽斜穿衣的家丁 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前 那惊天的怒气 似乎把天都要接下来 林三 萧玉霜一声惊叫 却又痛哭了起来 屋子里一个管室模样的人站起来大声道 你是哪里来的奴才 竟然如此放肆 你是哪里来的野狗 竟敢满口喷饭 林婉容脸上一黑 毫不示弱地骂道 妈的 坑我耍嘴皮子 老子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那管室的家伙没有料到 这下人竟敢如此的猖狂 气得浑身筛糠般颤抖 对萧夫人道 大嫂 这是你家养的好奴才 大嫂 林婉容心里奇怪 萧家老爷好像没什么亲兄弟呀 莫非是远亲 果不其然 萧夫人急忙道 四弟切莫生气 你与老爷同宗同缘 我家便是你的家 带我好好地叫醒一下这个下人 他面容一整 面对林婉容 怒道 林三 你要做什么 夫人 你又要做什么 林婉容走上两步 瞪着萧夫人道 萧玉霜擅闯一事堂 按照祖宗律制 种则五十大板 萧夫人咬着牙道 至于林三你 不仅擅闯一事堂 更是当庭喧哗 目无尊长 种则一百大板 娘亲 不要啊 萧玉霜紧紧抱住夫人的双腿道 林三是因为我才闯进来的 娘亲要责罚 就责罚我吧 请娘亲不要责罚妹妹 女儿愿替妹妹受过 萧玉弱也抱住萧夫人 哭声哀求道 见萧玉弱愿替妹妹受罚 林婉容对她的好感 稍微增加了一点 总算她们姐妹还有几分感情 看着自己的两个女儿跪在自己面前哀求 萧夫人百感焦急 泪珠在眼中打转着 她强忍住悲痛道 玉世王 你虽是我女儿 但擅闯一事堂更出言不敬 按照祖宗规矩定要好好责罚 见日宗族账碑面前 我便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来啊 将玉生和这位林三 拉下去 整则一百大板 还真是铁面无私呀 林婉容对着萧夫人又恨又敬 大声道 且慢 萧夫人怒道 你还有何话说 林婉容笑了笑道 二小姐乃是千金之躯 她的板子 我便一并替她领了吧 林三 不用 萧玉霜哭泣着挣扎 萧玉若急忙紧紧地拉住了她 也感激地看了林婉容一眼 不管这个林三为人如何 但她对玉霜的关心 却是货真价实 萧夫人未曾想 林婉容竟然提出了这种要求 不过有她领了 玉霜自然不用受苦了 她心里轻叹一声 白白手道 唉 既然你有这份心意 那便责罚一百五十大板吧 慢着 夫人 这一百五十大板 要我受了可以 但是要师出有名 你方才所讲 依照萧家祖宗留下的规矩 要打二小姐的板子 不知道这规矩 是什么时候定下的呀 林婉容道 萧夫人道 这是老太爷在世时 便定下的规矩 怎么 你还想反了不成 规矩是人定的 自然也是人废弃的 老太爷在世的时候 定立这样的规矩 自然是为了惩罚那些 别有用心的萧小之徒 可如今 却是二小姐为了尽她一份孝心 为了将萧家发扬光大 又怎能与那些萧小相提并论呢 二小姐是老太爷的子孙 若挨了夫人的板子 那便是说她图谋不轨 这又将老太爷置于何地呀 我想 即使是老太爷在世 他也绝不愿见到这样的场面出现吧 萧夫人一愣 竟被这个家丁说得哑口无言 他本已将萧家的经营事务 全部移交给大小姐处理 奈何今日正在讨论 事关萧家生死存亡的大计之时 萧玉双却冲了进来 与诸位管事发生激烈争执 不得已之下 她只得跨过大小姐 以长辈身份直接责罚二小姐了 萧玉若见娘亲神色松动 急忙拉住她的手 坚定地道 娘亲 你早已说过 辅政事务无论大小 都交由女儿处理 今日与伤虽然有错 但她以为萧家着想 并无大恶啊 再者 她本是萧家一员 这事关萧家存往的生死大事 她自然有权利知效详情 见娘亲不再说话 萧玉若转过身去 冷冷望了一眼 诸位管事 冷声道 不知这位管事意下如何 这萧家家大业大 下面的各位管事 都是宗族亲戚 因此大小姐 才将他们聚集一堂 共商大计 萧大小姐平日处事雷厉风行 这些管事们都有些怕她 见她眼光扫来 巨都低下头去 方才几个嚷得最凶的 也不敢说什么了 萧玉若心里哼了一声 这才拉起妹妹的手道 宇双 你既然来了 那就正好 你是我的妹妹 这萧家也有你的一份 你便坐在我身边 听我与各位叔叔伯伯讨论这事 萧玉双轻轻嗡了一声 偷偷看了林婉容一眼 脸上满是感动和欣喜 她想起了林婉容的话 便也不怕各位叔叔伯伯的眼光 望着大小姐大声道 姐姐 我们萧家不能与陶家合影的 萧玉若叹了口气道 唉 妹妹 你年轻还小 这些事情不是说声那么简单 只要对我们萧家有利 我们就要去做 姐妹俩正说话间 那被林婉容骂过的管事突然道 大小姐 二小姐是我萧家议员 她进入议事堂 我等自然无话可说 倒是这个奴才 不仅擅闯禁地 而且口出狂言 侮辱主子 不惩罚了她 实在是难以振我萧家加威啊 林婉容见萧玉双已经没事了 正要悄悄退走 却听那个管事揪住了自己 心里暗自恼怒 这个王八管事 说不过我便要使阴招 真他妈不是东西 萧玉若虽然有感林婉容 溢住自己妹妹 但她 对她的观感 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见那个管事借机发呢 她冷冷看了林婉容一眼 却没有说话 大小姐 如此嚣张的奴才 如果不严办了她 我萧家怕是永无宁日啊 那管事痛心疾首地说道 林三 你虽然忠心护主 忠诚可嘉 但你这般擅闯意识重地 又出口五言 不加以责罚 实在难以扶重 你还有什么话说 萧玉若看了她一眼 面无表情地说道 林婉容冷笑道 哼 大小姐 这小姐宅高院大 处罚一两个下人 算得了什么呢 其实用不着你们做什么处罚 从今起 林某人不干 林三 萧玉双焦急地截断她的话 她美目中 蕴满泪珠 走到她身边 拉住她袖子的 林三 你答应过我 一定要帮姐姐 我们小家不能夸的 她转过脸去 面对萧玉若和自己娘亲 脸上浮现一抹动人的红色 娇羞道 娘亲 姐姐 林三其实也算不得外人 我与她已经 她咬咬牙看了林婉容一眼 细如文锐的声音 接着道 私听了中山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前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